樊快怎么死的 樊快是西汉开国元勋 大将军左丞相 著名军事统帅 后来他还娶了吕后妹妹吕虚为妻 也是因这层关系差点被杀 汉高祖刘邦击败叛军英部回京后 有人提醒他 樊快会和吕后串通仪器 必须提防 于是刘邦安排陈平和周博设计除掉樊快 陈平周博抓到樊快后 但因担心刘邦日后反悔 所以将其压介进京 当行之半路 二人听闻刘邦病故 急忙跑回长安 向吕后解释 是刘邦让他们杀樊快 但是没敢动弹 吕后姐妹听说樊快没死 立马下令放了樊快 并恢复了她的爵位和封义 直到公元前189年 樊快才因病去世 嗜好为武侯